無線節目《兄弟幫》 這日在將軍澳電視城錄影 主持人王子軒邀請了他的好朋友 陳家樂、王君興和惠詩 擔任節目嘉賓 原來家樂和子軒已經認識了很多年 既然這麼朋友 家樂會不會當子軒的演唱會嘉賓? 真的嗎? 無謂 他彈結他 我不唱歌不跳舞 如果我在台上很嚴重 我會請他去 到時表不表演 這個就是我們再談 但是支持他的電影我就一定會 謝謝 如果到時他立刻抓你上台 說兩句都還可以 站著 唱歌就不要了 那些觀眾會 之後說起另一個好朋友 王君興 子軒就帶爆了一段他們的往事 其實我們認識了七、八年 我跟君興認識了 雖然我出道十年 但我認識了他十幾年 在他還未選港姐的時候 我剛剛才在化妝間說 就是曾經有一天 差一點就是有人穿針引線 令到我們可以成為一對的 那天 蛤? 是啊 成為一對嗎? 對,差一點 那時候是甚麼一回事呢? 趙希樂就是跟他同屆的港姐 趙希樂其實是我一個好朋友 我一個好兄弟的朋友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是 Grace剛剛來到香港 那時候 她又知道我單身 那時候就說 不如打個電話給她 立刻約吧 沒空 那時候 那時候呢 以前的智能手機 更新很慢 其實現在那些都更新很慢 但是呢 更新了一整天 我那天所有call都拿不到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那個兄弟就說 喂,你做甚麼? 不接電話 今天很重要啊 我說 你說甚麼呀? 那美女介紹你實現 又不斷傳一些照片給我 那我說 你不要搞這些 那但是呢 即是不知隔了一年之後呢 我們又在其他的地方 功能那裡見到 就成為了 現在這樣沙寶兄弟 但是曾經呢 他知不知道 他知的 笑的 我真的沒有什麼 我也沒有什麼 ます 謝謝